熏制鱼肉是囤积食物的好方法 可惜却被动物偷走了 剑袋丢了没关系 大佬可以自制箭矢 这就是最真实的荒野求生 比赛刚进行到23天 就已经退出了4位选手 不过我们先把时间调整到6天前 艾伦编织了一张鱼网 寄托了他捕鱼的希望 可惜随着冬季的来临 捕鱼的难度就会无限升级 所以艾伦还得再想另一种 获取食物的方法 但在那之前 他得完善一下庇护所 如今的夜晚非常寒冷 他得把大门安装上去 另一边 凯德拿着弓箭 开始了例行检查 他在寻找大型动物活动的迹象 很快发现了一个兽禄小镜 他躺在那里守住带兔 但等待了两个小时 毛都没有看到 于是他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路上却看到了一只松鼠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更何况是一只松鼠 完全可以每餐一顿 凯德瞄准后射了一箭 正中目标 可松鼠却挂在了树上 凯德有种淡淡的忧伤 他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 随手抓了一把姜果放入嘴里 勉强裹了一下腹 然后一鼓作气地爬到了树上 成功捡回来那只松鼠 为了吃一顿饭 真是太不容易了 与此同时 艾伦昨晚睡了一个好觉 他现在要去检查渔网 怀着期待的心情塌凑了上去 可惜渔网带来的只有失望 而他已经没有别的食物了 同时树叶开始枯黄 蘑菇变得腐烂 说明岭东真的不远了 食物将会变得更加匮乏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瘦了30斤 突然 鱼钩被拨动了一下 艾伦一眼就看到 水里有一条巨大的缩子鱼 这下他钓鱼更有动力了 而那条鱼好像在戏爽它 在水里不断地触碰鱼钩 但就是不咬钩 艾伦有些气愤 他不断地告诫自己 一定要冷静 果然会时来运转 终于有鱼咬钩了 艾伦急忙拉了上来 可惜这是一条小鱼 那条大鱼真是老奸巨华 不过此刻的艾伦依然是很开心 他要再接在力继续钓几条鱼 今天可能真是一个凉晨吉日 很快又有一条鱼上钩了 被艾伦眼疾手快地拉了上来 这是一条胡尊鱼 但两条鱼并不能让他满足 他选择了继续钓鱼 而他好运连连 竟然又有鱼咬钩了 而且这次的鱼明显更有力气 但还是被艾伦的蛮力给征服了 今天真是大丰收啊 连他自己都感觉难以相信 这下他是彻底停不下来了 而好运来了 适当也挡不住的 只见第四条鱼准时来报道 这真是难以置信的结果 艾伦将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时间来到19天 天气开始转凉 按照原定计划 米奇应该搬入新的庇护所里 但他的进度有点差强人意 虽然他是一位木匠 但由于他严重缺乏食物 只有在地十天吃过松鸡 根本没有多余的体力用来盖房子 所以最终他选择 加固了一下临时的帐篷 希望他能扛得住冬季的摧残 时间来到20天 凯德是被冻醒的 昨晚真是异常的寒冷 他给自己煮了一顿早餐 看起来很丰盛 但实际上 主材是从皮带上剪下来的一块 配料则是松木针 蘑菇和拉布拉多茶 尝起来味道有点苦 形同嚼辣 但凯德还是硬逼着自己吃完了 完事后他踏上了打猎之路 他的目标依然是大型动物 路上他又发现了硕果仅存的浆果 实际上 这一片地区的浆果 已经被他啃食殆尽了 凯德突然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这是缺乏营养的表现 他需要尽快补充蛋白质了 而天无绝人之路 他竟然发现了一坨新鲜的熊粪 凯德沿着寿路小径追了下去 可惜最终还是没有发现目标 时间来到21天 第一场冬雪如期而至 老鼠开始光顾庇护所了 在寒冷的冬季 老鼠会自动寻找温暖的地方 而这给了米奇狩猎的机会 他准备制作老鼠陷阱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平衡原理 当老鼠触碰的时候 就会使石头砸落下来 现在诱饵杆都准备好了 他去湖边捡来了两块石头 然后开始组装起来 使其形成平衡的关系 再用蘑菇片作为诱饵 接下来等待即可 另一边 怀亚特正在感谢他的诱饵 取名为金色地狱火 自从用了它 已经钓到了六条鱼 现在他准备突破这个纪录 而傍晚试钓鱼的好时机 果然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很快就有鱼上钩了 怀亚特沉着冷静 他一点点的拉线 最后成功抓住了一条尊鱼 他忍不住再次感谢了金色地狱火 然后继续钓鱼 而金色地狱火的威力果然很强大 竟然又有鱼咬钩了 可惜他没有把握住 而缩子鱼 还把金色地狱火给叼走了 暴恼的怀亚特 连连喊出了不字 这真是悲喜两重天 离离缘上谱 他已经无法形容现在的心情了 因为他不仅丢失了诱饵 还丢了两个三头钩 现在只剩下两个这种鱼钩了 而剩下的都是单钩 它们比较小 只适合钓小鱼 每位选手只能携带25个鱼钩 而三头钩算三个钩子 收拾好糟糕的心情后 他又开始制作新的诱饵 怀亚特的心态非常好 他并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选择迎接新的挑战 时间来到22天 米奇的捕属陷阱出发了 他先开石头 发现了一只被压扁的杰瑞 他是第一次处理杰瑞 都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费了很大的功夫 他才清理完毕 然后放在火上烤 人真是饿极了什么都吃 杰瑞尝起来味道还不错 完事后 他把杰瑞皮撑开绑在一个圆圈上 作为鼠标垫来保存 另一边 怀亚特的第二个诱饵正式诞生 这次取名为黄金狂怒 同样倾注了他的爱心 现在他要带着黄金狂怒 去征服这片水域 而他果然不负众望 刚放进去没一回 就有鱼要勾了 可惜的是 鱼最后脱钩跑掉了 但庆幸的是 黄金狂怒还在 怀亚特的心态就是如此放松 果然又有鱼上钩了 但是乐极生悲 鱼又跑掉了 而且这个该死的家伙 把黄金狂怒给拐跑了 这下怀亚特是彻底破防了 现在他只剩一个三头钩了 时间来到23天 凯德煮了一锅蘑菇汤 试图补充一下身体的能量 他现在有种忽冷忽热的感觉 这是脱水的表现 凯德是纯正猎人的代表 他有出色的打猎本领 奈何却遇不到大型猎物 而他好像又不会钓鱼 所以才会陷入尴尬的地步 但他每天都会满怀希望地出去打猎 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现在他是在与命运做抗争 如果这几天内 他不能狩猎成功 他离退出不远了 沿途中 他不断地采集僵果食用 但虚弱的身体还是带来了意外 他突然摔倒在地 彻底晕了过去 直到57分钟后 他才迷迷糊糊中坐了起来 凯德的身体真的已经到达极限了 他也深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不甘心的凯德热泪盈眶起来 他真的太想赢了 因为在他来参加比赛前 妻子怀的二胎流产了 他一人在家独自悲伤 凯德只有拿了冠军 才能对得起妻子的支持 因此之前就算见丢了 他都没有放弃比赛 他真的从内心里想要获得成功 可惜造化弄人 他没有得到命运的垂帘 只能无奈而又凄惨地退出比赛 他的退出是让我最难以释怀的 他代表了很多普通人的心声 为了改变命运真的努力过 可惜有些事情并不是靠个人就能左右的 成功也是要看天意 我们身为普通人 能做的就是毫无保留的奋斗 而结果并没有那么重要 凯德慢走 虽然你退出了 但在我心中 你就是无冕之王